圣座国务院教会中央统计处所编转的2023年圣座年鉴和2021年教会统计年鉴近日已由范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。 从圣座年鉴的数据中,可以清楚地看见全球天主教会2021年12月1号到2022年11月30号的相关资讯。 而教会统计年鉴则勾勒出天主教会在全球3030个教会辖区内的牧林行动概况。 在统计的期间,全球天主教会受洗人数从13.6亿人增长为13.78亿人,增长的幅度却只略微地低于人口增长比例。 根据两份文件,在2021年的统计,全球天主教徒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7.67%。 就天主教徒在当地人口的占比而言, 美洲是64.1%,欧洲是39.6%,在大洋洲是25.9%,在非洲是19.4%,亚洲则是3.3%. 关于圣职人员的数据,在2021年全球圣职人员共有462,388人,其中有5340人是主教。 斯多有407,872人,终身职士则有49,176人。 相较于2020年的数据,圣职人员总共减少了0.39%。 文件中也可以看见在这期间,除了全世界主教和斯多的人数略有减少, 但教区和修会的终身职士人数则是明显上升。 在修会成员方面,全世界南修会的菲斯多会士人数, 从2020年的5569人,降低为2021年的49,774人,大约负成长1.6%。 2021年的全球修女人数共有608,958人,相较于2020年负成长1.7%。 至于全世界大修院修生人数的趋势,则是从2013年到2021年持续走下坡, 并在2021年降为10万9,895人。 除了非洲以外,全世界其他大洲的修生人数都有减少。 透过两份文件,看见全球天主教人数在增长, 但是庄税多而工人少,需要大家继续为圣志圣昭祈祷。